你一定不会想到,农村90岁的老奶奶,就是靠着这种蜜质白萝卜,给三个儿子在北京每日买了一套房。 关键是,做法还非常的简单,学会了就可以出汤了。 嗨,大家好,我是小苏,一圈森林求关注。 首先,萝卜去皮之后,切成长段,再改刀成一厘米粗子长条。 全部切好之后,装入一个大盆中,两根大萝卜加入一小勺的食盐,一大勺的白糖。 然后,用您发财的小手,抓拌均匀,腌出萝卜中的水分。 这里加入白糖来腌制,可以去除萝卜中的辛辣味,还可以使萝卜吃起来更加的清脆爽口。 抓拌均匀之后,放在一边,腌制上一个小时。 接下来,锅中加入100毫升的生抽,80毫升的老陈醋,10克白醋,一小勺食盐,30克的冰糖,然后放入香叶,八角,少许的花椒。 搅拌均匀之后,开大火,把料汁煮开。 煮出食材的香味,然后关火晾凉备用。 接下来,我们切上一些青棚尖椒圈,喜欢吃辣的朋友。 可以多放上一些小米辣。 切好之后,装入盘中备用。 一头大蒜,切成厚片。 大蒜片一定要多来一些。 切好之后,装盘备用。 经过了一个小时的腌制,我们的萝卜条也已经腌制好了,非常的柔软。 有韧劲不易断,还腌出了很多的水分。 我们用纱布或者是手直接把萝卜条挤出水分。 这里提醒大家注意的是,萝卜条千万不要用清水来清洗。 萝卜沾水之后容易变质,保存时间不长。 一定要把萝卜挤干一些,这样吃起来更加的脆爽。 再倒入我们晾凉的料汁。 放入青红尖椒,以及蒜片。 然后,像我这样搂着拌。 可以快速地使萝卜条翻拌均匀。 所有的食材都可以加满沾汁。 我每天都在认真地分享一道家常菜美食。 点击关注和收藏,以免要用的时候找不到我。 抓紧之后盖上保鲜膜,放在冰箱冷藏腌制两个小时,就可以吃了。 这个萝卜条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。 过年大鱼大肉吃多了,一定要来上这样一盘开胃小菜。 放上一年都不会坏,随吃随去,非常的方便。 学会这个方法,腌制出来的萝卜条,酸辣脆爽。 咖啡又解馋,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。 如果你也喜欢,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 我们下期见。